来佛事念经 拜佛做善事 布施便当 祝念 它就是要让你的心一直保持在一个 一个清静平等 圆满慈悲的状态 那叫什么 为了如此叫我们守戒啊 念阿弥陀经啊 念心经啊 念大悲咒啊 所以各位要回去拿个镜子 一直看自己的眼睛 我这个眼睛还会瞪人吗 如果会 请问观音菩萨会瞪人吗 阿弥陀佛会骂人吗 你佛教徒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菩萨界就是 菩萨心中没有敌人 对不对 菩萨心中都是未来佛 你已经决定原谅对方 安忍对方 接受对方 进一步还要帮助对方 这样而已 佛教是让我们了解真相 你就没有恨 哎呀 只有感恩 只有慈悲啊 所以各位 虽然现在你没有神通啊 看不见 但是你相信就好了 相信 佛讲的 众生都对我有恩 众生都对我父母 不能恨众生 不能骂众生 不能对众生起欲望 哪一天你抱了老半天 原来我抱一辈子在睡觉了 是我妈 本来就是啊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真相 百分之一百的真相 所以但是你还用妈妈的态度 在对你儿子 所以你老公很委屈 骂得 我老婆把我骂到天 我也不敢顶他 他只好在外面去搞搞外遇 但是因为 偶尔你扮演妈妈 偶尔你又用妈妈的态度 太太的态度 所以 因为人有这个夜袭 夜袭 过去的夜历烦恼 但是如果你了解 你生起惭愧心 然后这个世界 因为就这样 就一直在轮 轮回不已 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 要把这个情欲 要转为悲心 你不能一直定在这个情欲 在那边爱恨爱恨 不甘愿 老公对我不好 老婆对我不好 而你对我不孝顺 你所被人家对待你的 都是你过去对待别人的因缘 在显现而已 绝对的相信因果 所以各位要以平静心 来接受所有变化 等一下 诸行无常 你要了解这个 所以无常就是 生生灭灭变化 你不要随着文机起舞 生灭灭 极灭为乐 保持平静 而由平静而对对方的生灭 产生悲心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 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 都无自性的 都是如幻如化的 它是一个夜暴的显现 人也一样 人也是个夜暴体 最多跟你活120岁 不错了 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最后还是融入地水火风 然后你的意识 然后再继续投胎 这样而已 所以它都是五蕴皆空的 但是你执着这个我啊 你啊 对啊 错啊 这就是最大的痛苦 就像有时候我经常说 一个女人爱上男人的时候 他们约会在某一个地方 几千人走来他去 他都不爱 他都看了掉眼泪 为什么我男朋友还没来 这些都不是人这样 事实上你眼睛看得到的 都做过你父母兄弟姐妹 不然他不会走到面前 给你看一下 笑你一下 也看你一下 但是如果你了解了 那放下执着 眼前所看到的 才是我应该关心跟祝福的 所以讲到这边 我要交代各位 来 永远祝福对方 记住 这个小偷来你家 偷了五万块 祝福他 不要跑 不要跌倒 不要给警察抓到 用了我的钱以后 他就会开悟了 因为我这个钱有加持 对不对 他会更信因果 这个就是佛法 永远祝福对方 千万不要去批评对立 所以讲空就是没有对立 何为题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关心你 也是关心我自己 骂你也是骂我自己 这个元祈法 各位了解 所以我们要 念一下来 善待世界 善待众生 不论生病来了 风来了 水来了 我们都好高兴 要解吗 火来了 哇 正好消业 过去我放火 烧了什么 现在这个火 把我消消业了 这个身体没有了 我有个新的生命了 所以 我想今天你欠人家十万块 人家来跟你要债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都忘了这个事情 对不对 十万 再给你五万 再给你五万 谢谢你 所以你把银行贷款还完了快不快乐 快乐啊 所以不怕有恶业来 这个业就是我们提早知道 提早消业 所以各位你要每天都要忏悔 我发现现代的人太少在忏悔 要等到业报来再忏悔 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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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近有个女君子 所以最近有个女君子前年给我说她右右脚开刀 这两天给我说她要左脚开刀 我早就跟她说了 你可以不用开的 脾气改一下 不要再骂老公了 赶快超度一下堕胎胎儿 结果老半天 胎儿也没超度 老佛教徒为什么超度不了 因为心不满 批评 对立 你根本没有那个德 那个心去超度一个小小的堕胎胎儿 或一只动物你都超度不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超度 你的冤心在住 你要跪下来 至少在那一刻 你很忏悔 然后表达对她的爱 然后真诚的为她念几句阿弥陀佛 就那一刻就感动她 阿弥陀佛也是 要你一个念头乃是十个念头 对我阿弥陀佛有信乃是有愿 乃是有行 她就拉你去净土 对不对 在你百千万个念头里面 终于有一两个念头 阿弥陀佛就借这个把你拉住 你看阿弥陀佛这么慈悲 她知道是如此 所以同样的我想各位念念成佛 所以我们念念不离佛法 那在这个世间变化无常 你最容易保持正念 如果这个世间都是顺境 那你就没有那种离苦的观念 你也没有悲心的观念 所以为什么人间比天上好修 天上没有逆境 天人有感情 但是这个稳定的感情 但是人间有变化的感情 痛苦的感情 所以我们才可以透过这个痛苦的感情 来知道自己的苦 更能够了解别人的苦 因为有自己的苦 你才会生起一个出离心 惭愧心 有别人的苦 你才会生起一个悲心 甚至为他而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为什么叫人与天人殊胜 人有三种殊胜超过于天人 人有智慧的殊胜 有慈悲的殊胜 有愿力的殊胜 天人没有这个 我们叫知情意 人有知识 有感情 有意念 可以把这种东西 但是天人不需要 请问天人还要去上佛学院吗 所以天人他们每天就在享受 欲见天的快乐 或是社界天的快乐 他不需要去读书 对不对 他没有感情上的追求的痛苦 随着他的夜报 他有多少的感情快乐的生活 他想的是如何去享受 所以他没有意志力说 我要救苦救难 我要办老人院 请问天人有老人院 天人福报那么大 他也不会到人间来办老人院 以天人的福报 在人间要变出几个老人院很容易 但是如果一个天人 舍弃他天人的福报 愿意趁愿投胎住人 他就有那个福报 办几百个老人院 因为他福报还在 问题是他不愿意放下 所以我想那我们投胎做人 那是很殊胜的 所以各位就不要让自己 有负面的心态跑出来 千万不要有 你这里面有一点骄傲 你都会障碍到你的智慧 你喜欢指挥别人 我是会长 我是要做头 往往你去指挥别人 没智慧还会干扰别人 没效率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 他的能力这么强 一个会弄头发的人 一会画画的人 一笔就很漂亮 怎么看他就会看到最美的 有些人都吐骨一缸 吐骨 会唱歌的一开口 神经好迷人 第一句就好迷人 所以各位要了解 这个是累积修行来的智慧方便 但是你先不要 不要去强迫自己 要去得到别人肯定 那没有用 我掩饰自己的缺点 我们要从因下手 而不要追求果 佛教徒就了解这个道理 我才从这个因 我现在声音不好 那我发现冲击以后 不骂人 不指挥别人 不背后批评 多赞叹别人 多讲别人的优点 你就声音开始在改变 多参加念佛诵经 多帮助 所以我这辈子都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我在任何地方飞机上 我都一直念 我很少停的 因为看到什么现象 我就念什么 那个要发财 这个要漂亮 太多人了 每一部飞机都要念念 每一部飞机都不要掉下去 每一部车都不要车祸 每一个人都不要生病 所以来什么 你就相应什么心态对待他 简单的说 来什么就现出什么佛 了解吗 为什么佛有千百亿变化 地藏菩萨百千亿化身 因为悲愿是一样的 但是随顺对方 而普门视线 那就说 你要为他念什么 你生起什么样的念头 来祝福对方 但是千万不要去抵触对方 控制对方 管理对方 佛教是用德 用这个德 这个自然的智慧 让别人自动归于你 千万不要说 我要去显现我有能力 显现我是第一名 显现我是管理者 那这个事件不一样 事件每个人都要针 打走脸 冲棒子 对不对 贷款要做老板 秃头也可以戴假发 所以每个人都要显现 他的身材啊 地位啊 如何如何 这个就是一种 不该有的心态 没有那个福报 人家立直天生 不用化妆啊 所以 那各位你要想 那你要得到这个 你就基因就好了 但是 就算你现在福报很大 很漂亮 很有钱 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如果你让别人知道 非常损福报 这点记住哦 非常损福报 这个福报要 回向众生 回向净土 结果你现在把它用完了 我这个 这个手漂亮 我就穿露手了 我这个背漂亮 就露背了 我的腿长 就穿肋裤一点 我的腰细 我就紧一点 我钱多一点 我就房子买搭 这个很可怜 福报一下就损光了 再来就是痛苦 显腰的人腰痛 显头的头痛 为什么 因为你在表现 你的身材的时候 都在让别人 起分别心 那不是在造业吗 所以为什么 八观灾界 保持一个清净的念头 悲心的念头 世界因为我们而改变 八观灾界 世间菩萨 世间莲花 各位不是光今天 我们是说 佛陀是希望用八观灾界 各位来找到这种生活模式 去日常生活 但是知道日常生活 又偶尔会退转 所以呢 六天叫我们守一次 这样 六天七天就守一次 赶快又恢复 一直恢复 恢复到 你永远都安住 有六天变十天 有十天变成天天 都保持在一种 清净平等 慈悲包容的状态 这个叫一心念佛 所以千万不要告诉你 告诉别人说 你是哪一个宗派的 那个没有用 人家知道你的心 在想什么就好了 你的行为态度是什么 我是密宗 密宗 密宗长得什么样 我是华言宗 华言经长得什么样 这个都不需要 如果你要去显现说 我是哪一派的 我是南传佛教 这些东西 只是他的文化而已 佛法 佛法是平等 没有分别的 佛法是一称法 没有分别的 佛法就是要让众生 找到佛性成佛的 只是因为众生的根系 所求不一样 有些求人天福报 有些求解脱 对不对 那各自他用他喜欢的法 但是佛陀最后就是希望他们都成佛 这样 了解如此 所以各位要多看佛经 那知道用佛的思想态度 来引导自己的心 又透过自己的心 表现出你的眼神 声音 威仪 外表 做事的态度 这才叫佛法 所以各位 我会看到到 我一直在指挥义工 因为 必须让他们知道 佛法是用来产生效率的 不是做好看的 既然你要来这边做义工 那你要用佛法 用在你的行为工作上 包括我们出家人唱诵 敲法器 这个都跟佛法有关系 你没有修 你不到那个阶段 你永远唱出来 没有那个感觉 写的字 没那个感觉 所以我师父说 你写四个字 阿弥陀佛 就知道你会不会去净土 老子上更厉害 有没有去净土 你写四个字